中華新報的觀眾朋友 很高興 我們又跟我們的老朋友 又見面 我們今天帶各位 再來享受這個 藝術的饗宴 那這次要在哪裡 這次要在台北 要在台湾的首都台北 那我們吳老師 他的一個畫作 他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那也是很多人賞識 尤其是他那個能量之光 我想震動了每個人 包括很多人都為了這個畫 感動的就是留會 不走 趕不走他 這個很難得 那難得有這種畫家 除了藝術的展現以外 還有能量的表現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所以我們願意 為吳老師特別的報導 那首先呢 我們還是 先介紹一下新的一個朋友 他是個藝術家 看起來就超有藝術的感覺 所以說我們請他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如果介紹錯誤的話 很多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我們一點藝術感覺都沒有 那你先直接自我介紹 好 我是李畫廊的負責人李耀之 那我們畫廊成立已經進入第十三年了 其實我自己本身並不是這個行業出身的 那因為不是這個行業出身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藝術玩到出神入畫 那畫廊的部分我們除了純藝術之外 在畫廊界也就是我們唯一有純藝術部分 同時也有文創的部分 這兩條路線我們同時並行 那畫廊這個行業其實我覺得 未來的這個發展的潛力 是有非常光明的一個未來 那今年呢我們很高興也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認識吳老師 那吳老師呢就如同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這個創作世紀之光是非常有這個能量 讓人家看了之後會震撼 會有這個震動 所以呢就是說 今年呢我們這一檔展展 我預期應該會獲得 一般的這個參觀者的很大的這個回想 那我們會努力把這個展展展把它辦好 好 這是要請我們的主角 好 再跟各位說一個Hello 因為好久沒見到你了嗎 來來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吳更穎 這一次呢很榮幸也很高興 認識了我們台北梨畫廊的那個李老闆 那他也大力的支持 將我這一些作品呢 藉由他的畫廊來跟大家分享 那也很感謝我們那個 中華新報的高記者呢 他也再一次呢 為我來 將我的畫作呢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也謝謝他們兩位 那這一次在台北梨畫廊展覽呢 我還是秉著過去一樣 將這幾十年的這一種創作經驗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的這一些作品呢 跟大家做一個創作幾年來的心得的這種分享跟台北地區的朋友呢 大家做一個交流 那很感謝這個主持人先自我介紹到這裡 其實我們如果能夠常常跟這種藝術家在一起 我覺得是我們的生活才不會覺得說白來這一趟世界了 我們在看世界會覺得多一層美好的事情 尤其是上一次我跟很多人談到 如果社會上有很多人在接觸這種藝術的話 一般接觸藝術的人很少是壞人 因為他沒辦法去做壞事 因為他都要追求美的啦 所以這個要 搞藝術要做壞的人實在很難 這個你有沒有這個同感 我完全認同我們主持人剛剛所說的 其實這十多年以來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其實藝術應該打破這個所謂高不可判這樣的一個認知 所以我們在做的我們的努力 一直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把這個藝術更加的普及化 然後能夠走入尋常百姓家 讓一般的社會大眾也可以去感受藝術 分享藝術 那如果能夠這樣的話 就如同我們主持人剛剛所講的 我想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加的祥和 更加的美好 好 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 因為難得這個畫廊的主持人 老闆 他也是很成功的一個經營事業家 那一般啦 一般像我們很多人都是 對這種藝術都是有點怕怕的感覺 就怕人家說不懂 不敢去接觸 那以你這種長期這樣接觸的話 怎麼樣去鼓勵人家直接去接觸 不要怕 這個有什麼方式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藝術創作啊都是來自於生活的一種體驗一種感受 那過去呢可能有很多人把這個藝術作為一種投資的標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會 因為有時候常常很多人他對藝術的這個價值的認知啊 來自於這個媒體報章雜誌的報導 那這個報導往往都是一件作品可能幾千萬啊幾億啊 所以對一般的大眾來講會覺得那個好像距離我很遠 不太可能去接觸 那事實上呢 這個藝術作品的那個價值啊 當然他不是只有一個價位的問題而已 那以這個價格來講如果我們要講這個價格 其實也有很多年輕的藝術家 那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因為他沒有這個知名度 所以呢報紙不一定會去報導 那以年輕的藝術家來講可能一件作品 譬如說我們以油畫來講 那可能一號啊一千五啊兩千啊 那一件作品可能就是個位數的萬而已 不是說哇好幾十萬好幾千萬甚至好幾億 沒有那樣的一個那麼高的那個金額 可是這些呢一般的社會大眾不一定知道 那我覺得畫廊有這個責任喔 就是走出去走入群眾跟這個一般的社會大眾來介紹說 其實藝術並不是像你們所想像的那麼高不可攀 也可以從這些年輕的藝術家的這個作品的收藏欣賞開始 甚至也可以比如說這些比較知名的藝術家 他們的作品的這個數位版的話 因為這些的話可能那個金額不會讓人家忘了卻步 那我想如果大多數的畫廊同業能夠在這方面呢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那個做法的時候 那會願意來接觸藝術 認識藝術 欣賞藝術的人口應該是會越來越多 我想大家對藝術的見解又多了一個認識 我們不要把他當作每個都是天價東西跟我們很遠 我們可以真的去欣賞他 當你看到一個真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他很多透過藝術家把他表現出來的一個作品 他並不是為了藝術家可能是為了我們要的 那你可以去珍藏他把他永遠保存 來欣賞他來每天看著他 你會覺得說你來這個世界上才有意義嘛對不對 要不然你有時候想像你看不到你只能用想像的 那透過藝術家把他表現出來 這種我可以是真的看得到摸得到 每天可以接觸到他 我想這個是他的精神是應該活的 那這一次吳老師你準備就是作品 還是在台北他的那個畫廊展出多久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概講解一下 這一次我在台北大恩區的這個梨畫廊展出一個月 那展出的大部分都是最近的這些作品 所以大概有三十來幅的這一種大大小小的 最大的衣服呢是一百成一百五十公分 差不多八十號啦 那這也是最近完成的 是是是 所以也願意將這些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台北地區的那個很多藝術的同好呢 都還沒有看過我的作品 是是是 以前要看吳老師的作品 要到那個法國去看 那這一次呢 我們在台北就可以看到了 而且全國 那個我們現在交通很方便嘛 都是一日的那個行程就可以到 歡迎大家過去 那是不是請李館長 稍微再介紹我們那個交通的一個 怎麼去那邊比較方便 跟我們介紹詳細一點 我們這個展覽是從9月21號 開始到10月19號 那9月21號大家都知道是921大地震 我們希望這個展覽是可以震撼的登場 那到我們那邊其實交通很方便 如果你是從南部來了 當然可能是要打高艇 然後在台北河站呢 可以換那個捷運到中校復興 然後從那個3號出口出來 走一段路就到我們靠近人害醫院 在人害醫院的後面那邊 就是大怒一段175項10號 那歡迎各位的這個歷齡 如果各位不管你任何時間要來參觀 我們都歡迎 但是我們正式上班的時間是 就是早上11點到晚上7點 然後從星期一到星期六 星期天修館 可是你如果說一定要星期天 才有空來參觀的話 我歡迎你可以打我的電話 那我願意在畫廊恭候你的光臨 好我的電話手機是0911後面6個6 很好記的 就是911之後就66大順 那很好記 091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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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個6 6個6 對6個6 這個超好記的 所以說我們萬一去要忘記帶影片 也可以馬上 911之後就66大順了 所以不用刻意來記 超好記的 那歡迎各位的光臨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我自己本身是來自另外一個領域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一直在做機械貿易 像今天的話 我早上就跟我們的同仁開會 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呢 讓我在經營畫廊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有很多思維 有很多做法 不同一般畫廊同業的做法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覺得藝術可以更加的普及化 可以走入尋常百姓家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畫廊的存在 也是我們努力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跟目標 最後一定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如果要去看吳老師的話 要時間要準備得很充足 你在每個畫前面至少要20分鐘才過癮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遠很遠很多很多的地方 但是吳老師如果他哭出來會不會笑他 因為不好意思啊其實有很多感情 能夠在那種抒發應該很棒很棒 對 一般觀賞者看了會從他內心有一個感動 這是自然現象 畫裡面有一股很強的能量 就是跟他的內心是在做一個共鳴 所以藝術家呢他可以提供他一生的這種 畫畫的這種創作的經驗跟他的感觸 來跟觀賞者做一個互動 就像我在法國跟在英國展覽的時候呢 當然他們那邊的感受力很強 所以看了以後呢有了當場感動掉眼淚了 像一個日本的那個也是一個樂語畫家 他畫了十來年了 那到我的工作室去看呢 他其中看到藝術呢 當場感動了掉眼淚 那拿手拍起來擦呢 他讓我看到他跟著講說對不起 太激動 對那我說這個很正常啊 所以我也我也是用我的真情來創作 那也希望觀賞者呢 也不要太在說藝術家在畫什麼 你就用你的心靈的很平靜的世界呢 去感受藝術家創作裡面的那個內涵 那我創作的那個基本的元素 在國外展覽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觀賞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吳先生你的畫裡面呢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充滿了祥和希望愛光明 有一股很強的能量 所以我們看了會很感動 那當然這一些元素呢 就是說我一些 也要透過修 所以一個藝術家我很重視說 他呢自己的修行很重要 然後慢慢的提升他靈界的層次以後 能夠跟大地的造化呢 合而為一就是天人合一 所以有這種精神內涵呢 才有這種感動的力量 其實我看過他的畫 那我本身的感覺是這樣 我覺得在吳老師的畫裡面 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堂 因為我們的印象中 好像天堂就是什麼一個上帝在那邊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你在畫裡面你就會感受到 你的天堂就在那邊 你的光明就在那邊 所以你要好好去欣賞他的畫 很多人看不懂 其實沒有關係 我也是看好幾十人慢慢懂的 那你去體會 你會覺得說 吳老師的畫真的是寒意好深 你好想融進去裡面 那種光明 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東西 那我是就是說希望 吳老師的這次畫展 大家能夠盡量去了解去看 尤其是現在社會上 每個人心裡面都很無準啊 很難過 那去那邊開放一下 再舒緩一下你的氣氛 然後去了解一下藝術 你會覺得說 欸 世界上還是很完美的嗎 對對對 沒有錯 還是很完美 是不是這樣啊 好 我想要補充一下就是說 各位如果說是因為看了這個節目 然後到我們畫來 你提一下說我是看了 中華星報的這個節目來的 我們沖泡一杯 很棒很棒的咖啡 那你可以慢慢享受咖啡 然後一面的慢慢的來欣賞 我們吳老師的作品 那如同剛剛我們 吳老師還有主持人所講的 其實看了這個 吳老師的作品 你心裡面會有一種感動 因為在現在這個世界啊 這個世紀的話 是一個比較亂的世紀 我們都要找到 可以讓我們的身心平衡的 一些關注的一個目標啊 那我想呢 吳老師的作品 有助於我們心靈的這個沉浸 你看了之後 你會覺得 其實人生是充滿光明 是充滿希望 所以我也是希望 大家能夠到我們台北 這次的畫人來參觀 我要說明一下 因為有的人會問我說 你的畫是不是抽象畫 我跟他們講說 我的畫也不是抽象 也不是具象 是超抽象也超具象 完全是心靈的 但是它又很古典 又很現代 你說看不懂嘛 可以感受到 裡面有什麼值得讓我去探討 那你說看得懂嘛 又不是一粒蘋果 馬上看就是一粒蘋果出來 所以心靈的直接的這一種互動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做一個訴求的 也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人內心的世界呢 要透過你的欣賞裡面 讓它呢 展現原來就有很真很善很美的那一面 透過畫呢 喜歡你自己內心世界的這一個層次裡面呢 慢慢去提升生活的品質 所以這是我每一次在展覽的時候 都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至於說我畫的是什麼 那個都不是重要 也不要說那是具象抽象 當代現代 我是不去考慮那些的 完全是展現一股神秘的靈動 非常靈動的一種感受 所以啦 九二一要記得 打這個電話 0911666666 你們可以找到好東西 謝謝你 歡迎你過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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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